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旗鼓雙銀 今天跌了一百二十幾點 可是重點今天大家都講到一個 就是看到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成交量 成交量出現什麼事 說到哪裡去 來看一下 1729 我說這個成交量 很久沒看到了 什麼意思 因為全市場的人都在等 我說當出現這個等的時候 亮就說 等什麼 我旁邊已經寫了給大家 給大家看 美國API 還有什麼 還有那個台積電 要法說 OK 現在台積電法說有一個重點 大家聽清楚 大家聽清楚 那重點是啥 我看報紙有些寫很多東西嘛對不對 可是它只有一個重點 就是三奈米 因為 我記得是上個禮拜還是上上禮拜 韓國三星 韓國三星不是說 他們三奈米要量產嗎 台積電還沒有量產耶 可是它現在重點在哪裡 台積電的整個三奈米的進度怎麼樣 有沒有符合他們的進度在走 如果有 OK沒有問題 反彈會繼續 如果說它 爆出來的消息是不OK的 數據 我們的量率 我們的進度 怎樣 可能會延緩 三奈米量產的時程 這問題就大了 好 所以說這邊大家看的是什麼 台積電 營收大家都看得到嘛 可是重點是 大家不知道是三奈米的進度如何 所以再看 另外一個就是美國升協態度 美國升協態度來看一下 頭條是這個吧 雙王法縮登場 台國王春風 台積電 大立光 大立光終於回來 可是上禮拜不是跟大家講嗎 說大立光本來的全值很重啊 那時候股價 不是啦 應該是加全值數 在1萬點附近的時候 它的股價 快6千塊 現在加全值數在1萬4千多 它股價不到2千 所以它整個全中就整個掉下去 對不對 上個禮拜跟大家說明 好 造成它的一個重要性 就沒那麼重了 它之前在前20大 現在只掉到37名去了對不對 OK 反正不管怎麼樣 它現在是股王 而且是光學鏡頭的領頭羊 所以要的話 我們也是要關注這個部分 那另外一個 剛剛這個消息我跟妳講 另外一個 是CPI 美國CPI 注意看喔 7月13號 剛剛台積電法縮 7月14號 對不對 所以這個會先出來 這邊預估值喔 層值要多1.1% 上個月1.0% 他們認為會更高 對不對 預估嘛 可是你看上個月是不是預估錯了 還記得嗎 6月的時候預期會減緩 對不對 不會那麼誇張 結果超乎預期 就馬上升息3碼 好 現在升息3碼之後 現在又說 這一次還要繼續升3碼 可是我 我記得我一直有拿這些數據給大家看 來看一下 什麼數據 7月7號原油 那時候6月公告的時候油價最高點 公告完之後 油價一路跌 7月6號最低跌到95.13 跌了23% 另外 我不是說還有一個什麼CRB指數嗎 對不對 來CRB給大家看 全球商品指數 6月9號最高點 7月6號已經跌到276.13了 這CRB包含19項的商品 從高點到低點落差已經16.2% 我說這些指數每天都在公佈 到底有沒有在看 為什麼你的預估值 說我6月的部分 會比上個月還慘 都已經回來那麼多了 不是嗎 不是嗎 我又覺得很詭異 反正到目前為止 最差最差就是升三馬 那出乎意料呢 它就是只升兩馬 我直接告訴你了 所以最差現在是大家已經預想到最差的狀況了 所以說這個升息的部分 通膨的部分不用太擔心 為什麼數據已經告訴你了 整個價格的走勢也告訴你 19項商品價格已經回落16%了 原油跌了23% 當然現在就漲回100塊以上 漲了一點 可是呢 它的一個向下的格局已經出現了 所以就不用太擔心這一塊 等於說它的升息是有效的 它已經抑制到通膨了 所以現在大家都在看什麼 經濟衰退 我每次 我記得我一直怕大家搞不清楚 你知道 我說 升息的目的是為了抑制通膨 可是會造成經濟衰退 所以說這些央行FED 他們的痛處就在這 我到底要升多少幅度 既能夠抑制通膨 又不會讓經濟衰退 態度就這個吧 對不對 之前就是因為升息太慢 物價一直漲 現在發現來不及的趕快加速 就造成什麼 全球那種資金 有那種預期緊縮的恐慌出現 才會開始跌 是不是出現這種狀況 好 反正現在不管怎麼樣 他們的進程 他們的一個態度 我們都知道就好了 所以現在最重要的是什麼 台積電 台積電的法縮 三奈米 我跟你講 台積電口風緊得很 法縮之前什麼消息都不會外露 所以你就看看就好 好我們就等著台積電法縮 來今天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 哎 外資居然連續兩天賣潮 不過都只賣一點點 OK 反彈格局有沒有變 來 到這裡 它還在這個範圍內對不對 我說這一次的反彈 怎麼樣 什麼問題你知道嗎 我說上次跟大家說 台股要止跌要看兩個東西 哪兩個 一個台積電 為什麼 因為它是帶領破低的 對不對 另外一個是航運股 航運股是不是那時候破的比兇的 疊得很恐怖啊 可是你注意看喔 把台積電跟航運股拿出來給你看 來 台積電這一天止跌了 對不對 確定止跌嘛 然後隔天是不是跳起來 今天又小跌對不對 小跌了1% 5塊錢 好 可是重點是外資一字買 還有一個 那台積電是不是沒有破底 它止跌反彈嘛 好 另外一個什麼 另外一個是航運股 來航運股看一下 航運股是不是 也是這一天出現止跌 有沒有看到 然後之後 是啊 反彈階段啊 沒錯 可是問題是 有兩個族群 出來拖累這個大盤 注意看 哪兩個 在這裡 來今天你會看到 幾乎都是綠的 對不對 可是我們剛剛看到電子股 以台積電為首 它反彈中啊 反彈中的一個震盪 好 可是重點是這一塊 你看 台積化台積跌快2% 這個只跌一點點 然後另外一個 富邦金這一塊 跌的居多 航運沒什麼變化嘛 對不對 所以你會看 這兩個 平常比較少看的這兩塊 現在是拖累大盤 反彈的主要因素啊 好 為什麼那麼講 等一下跟大家說 來 好在哪裡你知道嗎 好在說 因為他們的 比重不高 成交比重1.49不到1.5 金融保險 成交比重3.4還好 最重的還是電子跟航運 看到沒有 問題是 就算成交比重不高 可是他們佔全職啊 對不對 前二次搭那麼多檔 那會不會有影響 當然會有啊 來看一下塑膠股 破底邊緣 對不對 幾乎最低吧 是不是他拖的 另外一個 金融破底邊緣 看到沒有 所以你說誰拖累 現在反彈 就是我之前跟大家講 好 領漲的 你要看得到誰在領漲 帶領大盤漲 對不對 領跌的咧 你要看啊 現在誰帶領大盤跌 那像今天 OK我說現在是反彈 因為畢竟是什麼 畢竟是以台積電 為最主要的觀察指標 對不對 那裡面呢 包含其他的聯發科 包含聯電 日月光 全部都是半導體類的 全重也很重 都很重 所以你會看到這一群 他要談 基本上比較同步 好 現在他們也都沒有破底 不在破底邊緣 破底邊緣是誰 金融跟塑膠 變成說是這兩個類股拖累的大盤 那怎麼辦呢 我說沒有關係 我們現在在等什麼 等台積電而已啊 而且今天說實話 我今天去看了一些 就看了今天上漲的一個部分 說實話 並沒有很完整的 整個族群這樣動 等一下跟大家來分享 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下回來 27810909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效 也了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运達同步 永遠值得托付 022-27810909 27810909 运達同步 核心操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忘賭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第1個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讓您發很久 發很久 27810909 歡迎歡迎來我們旗鼓蒜影 剛剛大盤沒講完 我說現在 剛剛不是說 塑膠金融是拖雷 對不對 拖雷整個大盤 反彈的一個狀態 可是最主要 我們當然要專注在台積電 台積電 好 14號要法說會 所以我們基本上 14號那天 就是見真章 那我只能跟大家講 現在什麼格局 我相信應該沒有人會說 現在是多頭吧 現在就是一個空頭的反彈 你要記得 空頭的反彈 空頭的反彈 我們的習慣是 就算是反彈 我們也不做跌升反彈 OK我們做什麼 我們做的是順勢交易 所以說就算安於反彈段 大盤代反彈 可是我們在挑選個股的時候 還是挑選什麼 做多的股票 OK沒有問題 我說有沒有 走多的股票 有啊 我上個禮拜跟大家介紹 都已經漲多少去了 對不對 來 我說這最近三天的車用電子 我說我一直跟大家講 車用電子絕對是 之後可以一直關注的 為什麼 我記得我在前年 前年底的時候 我說這個族群你要特別留意 為什麼 因為我那時候看到 電動車成氣候的一個關鍵因素 還記得嗎 我想沒有人在關注這個東西 它的一個最重要的因素是什麼 電動車的代表絕對是特斯拉吧 對不對 好 那個時候的一個消息 就前年底 特斯拉那個是一個什麼 市值 超過誰 超過了豐田汽車 就TOYOTA 好 豐田汽車 是全世界汽車業的代表 對不對 TOYOTA的市占多高啊 嚇死人的高 問題是為什麼 特斯拉那時候 怎麼突然間它的市值 就比TOYOTA還高了呢 表示市場認同度出來了 而且大家看到的是什麼 看到的是未來 而且自從那之後 特斯拉是不是一直漲 漲到什麼時候 漲到 他的老闆 馬斯克當了全球首富 你說是不是 所以說這個市場 可不可以關注 這個產業你要不要留意 絕對要 這一個 是上個禮拜四 的一個 車用電子的狀況 哇 漲幅你看 我們的陽明光 OK 然後這個是上個禮拜五 市場的狀況 有沒有 全部一直都有漲停板的出現 然後這個是今天 今天盤是跌的 蓬城 得為 還漲4點多 我們陽明光 漲1.85 它是從高點拉回 漲多總是會被賣出 我們還沒賣 OK 然後茂蓮 小碟 糊塗 廣魚 小碟 OK 我產業你要先抓到 你抓了這個產業 我說車用 網通 車用我們除了車用電子 另外選了 選了那個 TVC 對不對 畢竟 整個車用的部分 除了電子以外 其他的部分 也在漲 而且重點 老師跟你講 你要挑選的重點是什麼 不要強反彈 你看到前一陣子 還在破心低的 那個都不列入考慮範圍 你要選的是什麼 走多頭的股票 來看一下 陽明光 我們那時候 我跟你介紹的時候 是這一天 這一天嘛 對不對 隔天還小跌 之後漲停漲停 然後又開高 漲幅最多24.5% 對不對 很多人都說陽明光是什麼 圓宇宙 我是 我是沒有去研究它 到底出貨給圓宇宙有多少 可是我只知道說它做了什麼 光學零組件 HUD是什麼 抬頭顯示器 LIDAR鏡頭 車用的 數位車頭燈 車用的 對不對 我說明明就是車用的 你跟我說是圓宇宙 有啦它有做部分的 頭盔的光學元件 沒有錯啦 OK 可是不管怎麼樣 你要注意的是什麼 除了這個題材以外 你要挑股票 來看一下 我說格局都已經選好了 這個低點沒破 站上季線 黃金交叉 我這是簡單的東西 告訴你 格局對不對 再加上籌碼 它已經出量了 它說這根是黑K 也是出貨 出貨它跌下來 還可以漲回來 那就沒出啊 對不對 而且怎樣 低點也沒破 我這一種格局 就是整個一個底部型態 你不買底部型態買什麼 對不對 好 然後我們的惠仁持股 一檔是這個 另外一檔 體會吸 體會吸啊 好 跟你講什麼 我說 它什麼格局 高檔震盪 對不對 今天 衝上去 跌回來 我們今天最高的時候 衝了15% 低點到高點 15% 好沒關係 量縮震盪 格局有沒有變 沒變 成交量有沒有失控 沒失控 對不對 它有沒有機會賺錢 絕對有 所以我跟大家說明 我說 重點在哪裡 你要先搞清楚這個 產業 我跟你講 這個產業 這一些 就是你可以選的 車用網通就是可以選的 其他的呢 其他的 等放空啊 一句話 其他的 現在是空頭格局 等這個反彈到一個疲態 我跟你講 談兩天而已 你不要想說兩天就結束 當然或許現在是相對超級弱 如果說 如果說你有去看台股的走勢 你說現在台股真的弱到爆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它連十日線都站不上去 十日線的慣性都還沒有被突破 在還沒有突破之前 我說對 這個慣性還在 可是它一旦突破了 那格局都不一樣 對不對 我說現在是亮縮觀望 你說 新低量就有新低價嗎 我說誰告訴你 對不對 它後面補量上去不行嗎 絕對可以 現在的目前最大的意外就是台積電了 沒有 反正不管怎麼樣 我們現在先反彈再做多對不對 等了之後怎樣 反彈到一個程度 我們要開始做放空的動作 所以我們要做什麼 多空雙向 可是在之前你要先確認你趨勢 我們就是做順勢 順勢獲利就好 到時候我們空單就會來進場 為什麼 最近一直在除息對不對 也除了差不多已經七八成了 除息完之後 這個放空才比較沒有問題 你不用急著說 我要趕快回補啊幹嘛 對不對 還有一些暫時就 你就不能放空的標的 我說不用擔心 現在已經除息 已經快到尾聲了 好 我們已經有很多標的雷 可以來放空了 好 我們現在要做什麼動作 我們現在就是要 買進強勢股 放空弱勢股 準備做這個動作 我跟你講這樣做進去之後 你就不用擔心這個盤是漲是跌 為什麼 我們買的是相對強 空的是相對弱 盤在跌這個弱勢一定更弱 盤在漲這強勢一定更強 像我們最近買的對不對 不強嗎 很強吧 漲二十幾% OK 因為現在還在反彈中嘛 那反彈中我們當然是買進啊 當然可以買進啊 可是原則 原則 記得 只要 只做什麼 多頭的股票 千萬不要去買那個跌升反彈 我說買跌升反彈最大的問題是 就是 上來就層層賣壓 可是我們買這個底部已經成型了 它上去了 至少離那個賣壓還有一段 不用太擔心 OK 另外我上一個禮拜我記得我跟大家介紹這一檔吧 它是不是 底部 有沒有 外資買超趨勢不變 你說 聚焦什麼 電源 新能源 還有車用電子 有沒有 產業你要先搞清楚 你搞清楚產業 現在是往上的 再來挑標的 沒有問題 格局有沒有問題 沒問題 籌碼有問題 都沒問題 就什麼都沒問題我們再來做 你勝率是不是相對高 一定的 對不對 所以說你要搞清楚 現在我相信 前一陣子這樣跌下來 很少人在賺錢 可是你看到 老師上個禮拜跟你介紹一個標的 你會看到它漲多少 對不對 你想要再搭上這一次反彈 或者要跟著我們之後要放空的 少買客戶口大家來問 不要再一直 搞不清楚 使命只會做多 很難賺錢的 好不好 今天節目到這裡為止 希望對你有幫助 謝謝大家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